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将在面前一一呈现 展览总共包含六个章节 第一章 肥冷脆的余晖 永恒之美 最后的荣光 有九件作品 其中一幅罗斯福 吕赛侯爵夫人 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作者乔瓦尼 博尔迪尼 善于描绘中上流社会女性的优雅迷人 她灵动潇洒的画画风格 使其迅速寄身为巴黎上流社会的肖像画家 第二章 巴黎的黄金时代 乌托邦与名利场展出了六件作品 其中便包括了梵高的园丁 作品创作于1889年 为梵高逗留普罗旺斯期间 创作肖像画的代表作 也是她早期得到 托斯卡纳文化界欣赏的重要见证 此外 还有埃米尔·克劳斯的巨幅招路 克劳斯是比利时印象派和光色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 她尝试对风景化进行创新 将印象派理论和技术 叠加在更传统的自然主义上 第三章 观看 切换 快进 狂人的造型变革 其中 安东尼奥·克勃拉以斑点主义抽象艺术风格著称 创作于1949年的遗传丰收 正值艺术家后立体主义创作的黄金时代 从这时开始 克勃拉的作品显示出对立体主义抽象派的逐步抛弃 还有巴布罗·毕加索的弗朗哥的梦想与谎言 毕加索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 该组作品与毕加索的名作《格尔尼卡》密切相关 被认为是其第一件具有明显政治批判意味的作品 第四章 庆祝现实战后阴云中的人文觉醒 16件作品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乔尔乔德·基里科的赫克托告别 安德·洛马克德·基里科出生于希腊 尽管他自童年时期就离开了希腊 但希腊的历史与古典美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幅作品是古希腊悲剧《格尔与安德·洛马克》的众多艺术描绘之一 此外 还有乔治·莫兰迪的风景与镜物 镜物是莫兰迪作品中永恒的主角 画面中的镜物虽被简化至最基本面貌 却克制而真丑 具有超越时间的经典形态 永恒不朽 第五章 抽象与构成形式的无尽循环 这一章展出了朱塞佩·卡波格罗西的335号表面 卡波格罗西是一位研究符号的专家 他将自己所有的抽象作品都称为表面 并按照个人的方式系统地对它们进行分类和编号 但他从未透露过这符号的含义 第六章 突破画布重组的材料与心灵 其中阿尔贝托·马年利的明确的目的地令人赏心悦目 马年利的创作历经野兽主义 未来主义和具体抽象主义风格 他的作品以表现破碎的形状 粗壮的轮廓 统一颜色背景为特征 让人再次感受到关于二战后立体主义影响的争论 当参观完展览时 你会发现整个展览章节划分 并非根据作品的时代或流派群严格界定 而是如同小说叙事般 彼此联系 福麦千里 天空美术馆 期待能够通过这种艺术探索模式的设计 激发和鼓励观者去不断发现流派间的镜像与严格 白年不过谈指间 19世纪早已不在 大事去而归保存 灰烬证明 那曾经是否 我愿天空美术馆的星星之火带给您气象万千